大家好,我們今次很高興邀請到香港的劉順文先生 德國足球權威和我們在世界杯期間分析一下德國的對球 其實我們說的背景也很有趣,通常看球的朋友很少看國際關係、時代背景、社會文化等等 但是難得四年一度,我們現在想深入分析 我們先由你和德國的淵源說起,雖然你應該說了很多次 但我們在這個通識入門,為什麼你這麼喜歡這對球呢? 首先,很感謝沈博社的邀請,九樣大名你也曾經在小大效力的電視台做過嘉賓 但是當時我們進入不同場,我也覺得有點遺憾 但是幸好你今天填補我這個遺憾 首先,多謝你的邀請 多謝,多謝 是的,至於我和德國的淵源,很坦白我入行之前 就少看得過球的,少看得夾的 我小時候,我第一隊的國家隊就是巴西 另外,我小時候比較多看的聯賽 都會是英超或者一些本地球的賽事 直至我參與這個有線電視的第二屆 因為新一代足球評述員大招募 那時候就有幸地就入圍了 入圍還沒有簽約的 就是還沒有正式成為一個正式的評述員 但是就在最後的實習期間去到最後一段 我們都開始要做一些會播出街的六播節目 因為那時候六播足球方面都還是很有市場的 可能是上個星期五、上個星期六踢的球 可能之後那個星期四或者五才 足夠和大家重溫一隻的 那時候我就被委派每個星期 就講一場這些六播的德甲賽節 還要逐個星期看 就好像當成連續劇這樣追 追著追著就追出一個感情來 所以我其實和德國足球 就有一些日久生情 就多於一見忠誠的 是的 因為最初你看球賽 就不是看德國的球賽 其實都很正常的 我以前的印象中 就是覺得德國是悶的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是很深刻的形象 但是近年好像有點不同 你覺得是不是有個明顯的改變呢? 其實是很大的改變 這麼多年以來 就是早年被人感覺很精於計算 很謹慎等等 甚至乎早年的世界杯 可能甚至乎第二、第三名 都還有機會出線 你真的可以慢慢算一下 算一下 用方法計算到 這條出線方法 哪一條線對你來說 走線是最有利的 各方面都有這樣的情況 加上你踢法方面 當時都是偏向很像 嚴肅一點點 或者叫鼓速一點點的 一些機械式的打法 當然也可能會和他們的 人口結構是不同的 有關係的 就是當年可能全部都可能是日耳萬人 或者當年全部都是他們德國 本土土生土長 他們的血液的人 組成一支球隊 所以就變成他們 他們足球的DNA 或者每個球員的風格 要求 或者他們的強項 弱項 都可能會比較類近一點點 但是近年也有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因為人口的結構變化很大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已經有很多的土耳其的移民 就去了幫忙重建這個地方 或者有很多其它不同的地方 有非洲的移民 或者甚至乎 美國軍人完完大戰之後 也都有落地三斤的情況出現 所以就變成現在德國的人口結構方面 就變成很國際化 就變成是 怎麼說 很多元化 任何的人種都有 任何人的DNA 或者他的強項都會有 所以近年他們那個 陣容的結構方面 會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所以也會滲入了很多不同的其它風格 比如早年 奧斯爾是一個很typical的例子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土耳其血統的人 但是他那種藝術家 天才藝術家 如果在早年的德國隊 以前當時還叫做西德 在東西德的時候 就未必真是這麼容易出到 這類型的天才的球星出來 但是近年的情況就真的不同了 比如說後防方面 又可能會多了一些 有非洲血統的朋友在那裡 又變得多了一些 很純粹靠 physical打法的人在那裡 再加上2006年世界盃 麒田市民做的改革 都對球隊的影響都是很深遠的 因為早年被人說 很謹慎啊 算著算著 不會很瘋狂進攻 不會追求華麗 我只要一個成績 或者我最重要就是贏球 但是麒田市民之後 就開始引入了很多進攻足球的風格 再加上近年整個世界的足球 都差不多一體化 所以就變成風格上的改變了 你說到新移民的影響 首先我不知道現在香港 是否說奧斯爾 應該未犯國安法 這些個案是很有趣的 它裡面有很多層次 不同的種族背景 都是德國人 但是在團隊裡面 其實以你的理解 他們是否真是一個這麼整體的隊伍 裡面是能不能聊天的呢 近年情況就變成 他們主要是希望做到一個共融的事情 當然在更衣室裡面 是不是能聊天呢 可能真的要他們內部才能 才是最清晰的 但是現在 其實德國這麼多年以來 他們都很推崇一件事 我們就不會理任何的種族 不會理任何血統 你是來自哪裡 總之你的國籍是德國籍 代表德國隊 你就是德國人 你就是我的好朋友 比如說 早幾年 當時借諾美保定 就是在保定 他也是有非洲血統的 曾經有一些德國那邊比較 相對上被普遍認為 偏向偏激一點點的一些 黨派 是未必會這麼歡迎 這些所謂的外來者 甚至乎他們覺得 他們不應該代表德國隊 也有 但是德國的足總 或者政府 各方面 他們都希望 大力宣揚到一個信息 就是希望大家 會明白到 他們全部都是德國人 而這個 所以你保定 其實是我們 一個非常好的農居 在德國這個改變 他們的社會是怎樣去接受呢 以前大家印象中 他們也很保守 也不太歡迎外人 現在整個全球法事 當然不能避免 但是對這隊球隊 德國人是覺得 比以前好 很自豪 還是覺得若有所失 沒有了以前真日二萬風格 我覺得應該兩者都有的 就是如果老派一點的德國人 他可能真的會覺得 沒有了這種風格 他有機會覺得若有所失 因為他們可能有時候會覺得 哇 這個民族是非常之 很proud of這個民族 或者他們覺得很自豪等等 但是現在近年他們 想做到一個的信息 或者形象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共融的社會 所以其實新一派的朋友 或者其實近代一些 或者不會說很年長的 德國人其實 普遍都是希望可以有一個 真真正正的共融出現 但是當然你說去到 當你真的去到德國生活 是不是真的完全 我一個外來者去到德國生活 是真的完全被接受呢 當你24小時去到德國生活 你會發覺未必是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哎呀我今天又好像有些被人歧視 我突然間搭車又突然間 又好像被人秒釋秒蝕 又有些人會對你 可能有些不是很恭敬 或者你會感覺到那種不太恭敬 或者你去到某一間餐廳 某一間店鋪去光顧 你當一個我當一個 我是黃色皮膚的人 或者其他種族人 未必真的很相互地去對待 但當然其實不停都是進步當中 譬如說早年多蒙達 有一位黑色皮膚的外援球員 叫施殺 其實早年他曾經說過 他當年踢球的時候 他甚至乎連入夜店 都是被拒絕的 他進不了去 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當然現在是不可能再發生 因為現在這些是一個很嚴重的 所以現在是不容許這件事發生 但是會不會有一些細節的生活上的東西 其實不小心都會出現了這類型的 我不知道叫歧視好 或者不是完全接受的情況 但是可能是世界各地都會有的 正如香港都可能會有的情況 你說到他們現在是這麼包容的話 我們去看德國聯賽 你最強項 在德國聯賽方面 如果是跟隨全球化 Tran應該是否都可以發展得好一點 他現在是否會 始終是不夠英超 或者是西甲等等的規模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呢? 是否他們還有某些 即過分localized 的地方 不能足以全面全球化 其實也是 首先 現在德國球會行的制度 都還是叫做所謂50加1的制度 他們球隊裡面有投票權的 其實他們的華視人 其實都還是一些Member 相反外資如果介入了 即是當有一個不知道什麼油王 來自中東 美國不知道什麼生意佬 我想收購這隊球隊都好 我買了100%的股份 我都控制不了這隊球的路線 我最多都是只有49.9999 有9個投票權在這裏 最後我都是要 可能要聽回 最local的那一班 最hardcore的那班 粉絲的聲音 所以現在德國和其他 歐洲頂級聯賽 比如英超 或者其他聯賽方面 最大的分別就是他們 外資很難進來 或者根本沒有興趣進來 如果我是油王 我是什麼生意佬 我買了 用了幾億去買這間球 我當然是想控制它 這個世界全部都是路勢足球 我當然要做事 我買什麼人 走什麼路線 但是如果外資覺得我買了 都是控制不了對球 我索性就不玩了 現在最後 德國仍然是走一個最舊式 50加1這個傳統的制度 所以也都令到很多 平時競爭力沒有這麼大的球隊方面 很難突然間變身 我不會突然間有對紐卡數出現 或者不會早年有萬成 有車路市的情況出現 這些突然間搖身一變 已經成為了很有錢的球隊 但是德國是暫時不可能發生 除非你推翻50加的這個制度 但是德國有個問題 現在其實分兩派的 有最Hardcore所謂的Ultra球迷 其實他們是很傳統的 他們一定要保留這個德國的傳統 就一定要保留50加1 但是一些比較 我不知道叫中間派 還是沒有這麼Hardcore那些 相對上他們其實是寧願 不如快點廢除了50加1這個制度 如果能夠廢除的話 可能某一些球隊 我真的有機會變身 我可以解決我的財困 我突然間可以成為很厲害的球隊 有機會可以挑戰到白人的壟斷 這樣的情況 你覺得這個原因是在於 因為有兩者好像有點矛盾 現在國家隊層面有這麼開放 接受了這麼多移民 又宣傳種族共融的新德國 但是在國內聯賽方面 你明知道會令到國內的球會很難去到那個檔次 這兩件事同步出現 你覺得總有一方要有毛 那會是怎樣的 其實我想現在整個世界 或者整個德國那邊 都是兩邊的人 都是一個角力當中 但是最傳統最黑的那一群 其實就是最打黑的那群粉絲 是入血 他們覺得足球是一個宗教也好 或者24小時都是在捧這隊球隊 所以他們會有很多被外奸認為 是偏向偏激少許的言論 或者偏激少許的一些想法 他們有些可能會很排斥一些外來的人 或者有些他們 總之任何的改變他們都不想發生 甚至乎一些他們覺得比較商業味道重的足球 他們都會很生氣的 近年一個很typical的例子就是 來比石 RB來比石 因為其實來比石 他們本身的老闆 就是紅牛集團 但是紅牛集團 他們進來之後 其實他們都是要跟從50加1 這個那麼傳統的投票制度 但是他們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令到這個50加1的制度 好像有一些名存失望的情況 譬如說裡面所謂投票的那些球迷 或者投票的那些人有投票權的人 其實就是他們和紅牛集團旗下的人 最後他們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可以叫做控制球隊 或者可以有一個完全話事去搞這一隊球 但是因為這一種的做法 就引來德國當地比較傳統的人的反對 他們覺得你破壞了傳統足球 我們不要商業味道足球 這一幫人其實現在仍然壓力才是最大的 任何很傳統的球會都仍然會很 我不知道是尊敬還是怕了 總之他們一定要聽這一幫人的說話 包括了最有影響力的白毛利克 他們都要聽這一幫人的說話 雖然他們高層其實都很想取消50加1 但是我相信短時間都不會看到這些東西